琳达·阿瑞是一位经过认证的人生导师和励志演说家 她曾参与协调非洲小姐美国选美比赛 还为公司做过培训 但是琳达也是美国军队中不断壮大的非洲移民之一 她说她的喀麦隆父母没有想到她会拿到美国大学学位 我父亲想让我就读药剂学院或医学院 在我拿到学位时她并不是很开心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因为她为我成为一位女军人而感到骄傲 琳达是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第436医疗组的首席信息官和安全经理 多佛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基地之一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的飞行员生病 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飞行员能够迅速注意到 并能够返回飞行状态 因此国家安全任务与琳达所做的工作息息相关 琳达说 在美国军队服役是她毕生所愿 我希望我的事业能让我与众不同 我感觉作为首席咨询官或者作为医疗服务人员真的满足了我的愿望 作为一个励志演说家一个妻子和母亲 她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经历写了一个工作母亲的回忆录 琳达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正在努力将家庭打造成爱的庇护所 并在家庭之外努力工作的母亲们 我正在寻找这本书以帮助我找到书中所提到的平衡 我们在生活中扮演这么多角色 这种平衡对我们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 她激励我书写自己的故事描绘自己的生活 琳达的兄弟塔克·阿里·穆比医生说 琳达的生活展现了一切皆有可能 有时你会在工作出色和做母亲之间发生冲突 琳达谈到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必须要做到的 因为你不能在成为一名伟大飞行员的同时 又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 你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琳达的丈夫提斯尼克万提说 她的妻子让女儿们看到生活无极限 我每天都告诉琳达我想见到她 即使有一天她只是一位普通人 她为梦想奋斗的已经够久了 我想这会对我们的女儿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他们看到妈妈穿着那套制服保卫国家 代表美国空军努力做事的时候 我想他们也会向妈妈学习 琳达说她的事业成功全在于平衡二字 她有一个支持她的家庭 有与她分享妇女权利的同事 和一个重视移民贡献的军队 美国之音记者科目保尔 特拉华州多佛市报道